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好,來,大家好,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晚上的捷克直播 我剛剛在放音樂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這個線上的各位已經在聊得非常非常起勁了 王菊,王菊,王菊 果然我今天挑的這個話題是大家非常關心的 那就不囉嗦正式開始今天的主題 今天我就要來談王菊的這個事件 所謂這個叫做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 本來,本來這個黨呢,以為你是自己人 你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結果你竟然敢批評黨,黨不開心了 於是呢,這個黨就讓你禁止入台五年 就是說,王志安,那個人稱王菊的王志安呢 他在這個,他在選舉期間來訪台灣嘛 然後呢,他上了一個台灣的一個節目叫賀龍夜夜秀 然後在賀龍夜夜秀裡面呢 他講到一些類似嘲弄或什麼諷刺民進黨的話 那民進黨就整個黨啊,還有側翼啊,全部都開始跳球 啊,怎麼可以這樣啊 那,果然有一句話叫做,你不要讓黨不開心 這個,那叫什麼?方丈很小氣的 好,果不其然,那王志安呢 他就被這個,台灣的應該是移民署吧 好像是說,你 申請入台的這個目的是旅遊 結果你竟然上節目 跟這個目的不符 所以違反入台的規定就禁止你 來台灣五年 馬上就被台灣ban掉了 王菊,真的是哭哭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啊 好,來 這裡喔 好,上賀龍夜夜秀,糗了 移民署指王治安違法 廢止出入境許可證,禁管五年 哇,等於是,簡單啦 王菊呢,就被台灣ban掉了 ban五年 就是這樣 從此以後的五年內 因為在台灣都看不到王菊了 真的 王菊本來在台灣都吃好的 然後,好懷念台灣的這個風土人情啊 結果一下就被ban五年了 誰叫你要得罪黨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內容啊 知名脫口秀賀龍夜夜秀 日前邀請這個大陸央視調查記者王治安上節目 結果王治安評論台灣的選舉向這場秀 提到把殘疾人士推上台 做出顫抖的樣子喊 支持民進黨啊 諷刺罹患喊病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陳俊翰啊 王治安歧視深仗者的言論引發外界熱議啊 移民署則確認王治安已經違法 將廢止其出入出進許可證 並儘管五年不准來台觀光啊 就是banban你把你ban掉五年啊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王治安上賀龍夜夜秀 主要他講的是哪一段啊 就是這一段我們來放一下 主要就是這一段啊 首先我必須講啊 其實脫口秀的本身本來就很多諷刺的這個點 那王菊他上了這個脫口秀他就講 然後就講這個台灣的政治相場秀啊 然後這個就很煽情啊 的確是很煽情嘛 他站在這個第三方觀察的角度來看 台灣本來就很多煽情的還有下跪的還有剃光頭的 是很煽情嗎 他講的也沒錯啊 只是他講到你民進黨 民進黨就不開心了啊 其實王菊呢他 他不是 也不是只有講這個 這個 好像在民進黨的角度 你怎麼可以講我們台灣不好 我們台灣民主這麼好 其實王菊還 還有替我們中華民國 當然我不知道民進黨認不認同 他上節目還有替我們中華民國說話 你看看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中華人民國國叫中華北京 哇 好 你看 欸 王菊呢 他上賀龍夜夜秀 他也有講啊 中華民國才代表中國啊 那照照照這樣的言論 應該 你是中華民國嗎 應該非常歡迎這樣的言論 因為他完全符合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對不對啊 但是 沒辦法啊 你批評到黨 黨就不開心了啊 所以呢 你呢 因為王治安王菊呢 他批評到這個民進黨啊 選舉比較煽情的部分啊 然後啊 秀 然後 王王王王治安王菊呢 就被 所有的民進黨的 不管是媒體 側意粉專 一切就開始 大肆的這個批評啊 那我必須講了 就我個人的觀察是 側意粉專批評在先 然後移民 移民署的這個處罰 才開始寄出來 所以應該是 等於是 有人推 推動啊 欸這個你每次搞一下 他這樣可以上 上節目嗎 所以我必須講 如果王菊不是上這個賀龍夜夜秀 去酸民進黨一下 他 還是很歡迎來台灣啊 大家都還是 他還是可以來啊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看 要不要整你而已嘛 好我們來看看啊 三立 三立的新聞 三立新聞就不放了 我也怕得罪三立啊 王治安啊 你看三立新聞他的標題啊 王治安關鍵時刻總會替中共 忠喜白 王治安習PO文 曝光 朝夷中共大外宣 小罵大幫忙 策略滲透台灣 反共網紅批王 幫中共洗地 所以王菊還是幫中共大外宣還滲透台灣呢 有沒有搞錯啊 我的媽啊 好了啊 所以那個三立就開始批評王菊了啊 就是王菊以前的這個PO文被起底了啊 你看中共內部多數人沒有想像中的壞 是有國家情懷歷史責任 還能體恤民眾苦難 欸那怎麼樣那這句話有什麼問題嗎 不然三立你是覺得中共內部的多數人都是很壞的是不是 幹 都是要吃老百姓的 然後喝老百姓的血 然後想要做盡壞事嗎 是不是 那講 中共 中共一億黨員啊 那多數的人其實也沒想像中的壞啊 我覺得沒有問題啊 好來 然後 好啦 反正就開始這個 三立就開始批啦 不但三立開始批啊 啊 還有這個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new talk還是什麼 啊 new talk now news now news 啊 今日新聞開始啊 就開始說 朝起底是中共特務 王治安偽裝反共轉身洗地啊 王治安還是中共特務啊 我的媽呀 來我們來看看他怎麼講啊 好來 王治安過去以來爭議不斷 更有人批評他的風格就是壞 啊 旅居日本的他更招質疑是中國安插在海外的特務 有小罵大幫忙的方式干擾人們對大事件的認知啊 就是又開始認知作戰 王菊原來還是中共特務啊啊 好來 那 好 漸漸的網友發現 王治安在事關中國人權等問題上 常常配合中國的宣傳導向 像是鐵鏈女事件中 他就順著中國官方稱呼 稱有著四川口音的鐵鏈女 就是貴州小花梅 還在回應網友質疑時表示 小花梅的家人一定感謝拐賣者桑某妞 這個累贅幫他們家解決了 還說小花梅要感謝你 煩不煩啊 這個就是一個小事件而已 好 然後先前什麼 15國中生胡興與離奇失蹤 引發外界對中國人體器官移植的聯想和疑慮 卻也被王治安說成是厭學而自殺 所以就是說 中國必須是一定要有器官移植啊 就是 有人離奇失蹤 如果說他不是被器官移植 他是厭學自殺 那這個就有可能是這個中國特務啊 那如果有人口 呃 被這個拐賣或失蹤的案件 一定要按照這個外網的一個說辭啊 不然就是中共特務 大概就是這樣 這什麼跟什麼啊 啊 王治安也曾 說中國在一帶一路經濟上失敗 政治上成功啊 間諜氣球鬧著國際沸沸揚揚的時候 他也在第一時間說間諜氣球是民用的 不是軍用氣球 怎麼樣這幾個事件就是中共間諜了嗎 好來 民運 資深民運人是吳建民他誰啊 發文表示 王治安的言論都是為中共洗地 站在中共的立場 都是上盡天良 毫無媒體人底線的 但王治安把這些地全洗了 啊 好 王治安因為他的發言被入選了2012年中國人家排行榜 中的言論再加上他的背景也確實不少人確信 王治安就是中國特務儀式啊 啊 所以 這個 你說冤不冤啊 就是好好的本來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反反中反共的這個海外民運有人啊 就是海外民主朋友突然一下就變成中國特務了 這個反轉實在是也真的是很驚訝了啊 然後這個報道也真奇怪 所以 這些 你 所以我如果覺得很多 比如說有人 中國大陸這邊有人失蹤 那如果他不是 我覺得他不是器官被拐賣 他他不是因為器官被偷被移植 他是因為其他的事件 可能他怎麼樣然後自殺這樣 我如果這樣講 我就是可能是中共特務嗎 所以是不是中國以後每一個失蹤的人 我都要說他一定是器官被拐賣才行 這也好奇怪喔 好啦好啦 OK 好來 然後呢 這個王菊啊 我就想很多時候人反轉的也真快啊 我記得曾經賴清德也是中共同路人啊 但是沒有關係 他現在就是 又是聽台灣的議員了啊 那王菊呢 現在就變成中國共諜了啊 好來這裡 全面開戰 民進黨發言人啊 王治安 悄章嗆民進黨發言人 不如家 不加入中共可惜啊 好三例開始了啊 好我們來看這個 他跟民進黨發言人怎麼講啊 民進黨發言人張志豪 他在這個threats 就是一個新的這個網路平台上 他發發文啊 一個中國人對台灣的民主說三道四啊 主持人賀榮只透過製作人道歉嗎 大家覺得夠嗎 王治安一個中國人憑什麼對我們台灣的民主說三道四啊 王治安也很嗆喔 他說 這話聽起來是不是好熟悉啊 沒錯中共的王毅和趙立堅都說過很多次 一個美國人有什麼資格對中國說三道四 民進黨的發言人去當大陸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可以無縫接軌啊 事實上這段話也恰好暴露了民進黨這是譴責我的真實動機 是因為陳律師嗎不是拉倒吧 是因為我的言論讓你們不爽而已 好比中共是在維護民主嗎 不是啦 只不過是美國讓他們不爽而已啊 紅綠一家親一模一樣啊 然後他又說這位張志豪不加入中共可惜了啊 他說 你看這個張志豪說憑什麼對台灣的民主說三道四啊 趙立堅說台灣是中國台灣輪不到美國說三道四啊 然後這個毛寧又說美國沒有資格對中國禁毒的努力說三道四啊 所以這個王局就開始全酸了啊 現在這個等於是王治安王局他也開始開地圖炮了 他不管了反正管你們也開始跟民進黨 民進黨共產黨紅共綠共一家親啊 紅綠一家親一模一樣 其實我覺得很多小粉紅跟塔綠班 基本是一類人啊 我必須講 然後底層邏輯也是一模一樣啊 所以 好啦來 然後呢現在這個王局啊 他應該是最近發的吧 他開始在嗆了啊 因為 台灣的移民署已經 禁止他這個入境五年了嘛 然後王局就開始說 如果我因為這個發言無法再去台灣我接受 但我鄙視台灣的政客 他很嗆喔 不過也沒關係 因為我很快就加入日本籍了 這之後我看民進黨敢不敢不讓我入關 如果有難度我再加入美國籍 我看哪個不四項的執政黨敢不讓美國人入境台灣喔 好 所以王局他要加入日本籍啊 民進黨 日本是民進黨的爸爸 民進黨的精神祖國啊 你怎麼敢不讓我日本人 我都已經是日本人 我要入 我要進入台灣 你敢不讓喔 他開始就嗆民進黨 我覺得在法律上來講 如果是法律上禁止你入境 那你換了一個國籍 拿了其他的護照入境 難道是可以的嗎 這個好像應該也是不行吧 而且因為王局大家都知道你了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會更被放大鏡檢視啊 如果是不知道是誰的一個一般人 那可能他偷偷的換個護照進來 也許就拐騙過關了喔 但是王局可能到時候會被叮啦 不過他這個說法也應該只是在嗆民進黨啦 就是你民進黨不是那個日本的這個狗嗎 對不對 日本爸爸 日本是你的精神祖國 我都是日本人 到時候看你敢不敢不讓我入境 所以現在王局跟這個民進黨當局也是開始嗆翻了啦 我今天看到這個事件我真的覺得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說 我自己在我記得我在這個民進黨的這個 我看王局這個事情我就想到一件一個事情 我在民進黨的那個場子 我不是有去選舉前我在民進黨的那個造勢大會對不對 那我去訪問他們嗎 我去訪問民進黨的支持者 我訪問很多題嘛 那我記得我當時有訪問過一題 我問他說 你們覺得中國大陸是不是民主國家 那當然民進黨的支持者覺得 不是 怎麼可能是 好拜託 專制啊 沒有自由啊 那我問 那你覺得台灣是民主的地方嗎 民主國家嗎 那他們就說 是啊我們台灣是民主國家 我們台灣超民主的啊 我們可以投票啊 好 那我記得我當時有訪問過一個人 一個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說 他當然說中國不是民主國家 那他說台灣是民主國家 那他怎麼講 但是台灣還不夠 台灣還不夠民主 為什麼台灣還不夠民主 因為台灣還有國民黨 還有這個民眾黨 這種親中的 甚至時代力量也都在觀察中 台灣 台灣什麼要台灣才才夠民主 都是全部就是以台灣為主體的 民進黨 激進黨 社民黨 這些全部以台灣為主體的這個黨 在台灣 國民黨民眾黨全部都out 這一天 就民主了 那我當然 反正我是 我是那個 主持人我訪問他嗎 那他他講他的言論 我就ok好好好 我知道了 好但是我 我聽了我真的覺得這種思想 就是一種 台灣民族 主義為核心的一種民粹思想 就是 只有台灣民族是主體 然後其他的就非常排外 那 在這樣子的一個核心思想上來講 忠誠不絕對 絕對不忠誠 台灣所有的什麼核心 所謂的什麼多元包容什麼 都是狗屁 只要你侵犯到我台灣民族主義的這個 這個神主牌的時候 然後 你就要被群其而公知 他其實有點像納粹 好啦 反正就是怎樣 王治安王菊 他今天為什麼會落到這個下場 就是被 民進黨群其而公知 被台灣這個民進黨政府給禁管 因為他攻擊到了 攻擊到了台灣人 這個 尤其是以民進黨代表的這個台灣民族主義的這個 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黨 你攻擊到了民進黨 嘲笑了民進黨的這個 選舉造勢場合 你嘲笑他 你就是對黨不忠誠 這個叫做 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 雖然你以前替 民進黨做了很多 當然也不是替民進黨 就是說等於是被民進黨 視為有軍的人物 但是 當你開始對我們 忠誠不絕對的時候 你就是絕對不忠誠 比如 今天的王菊 比如 以前的時代力量 當你要跟民進黨 一起 並肩作戰的時候 你是朋友 但是當你開始質疑民進黨的很多措施的時候 你就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今天的王菊跟當時的 時代力量 一模一樣 所以現在的時代力量 也是被 呃 很多民進黨的這個 側翼給攻擊的鑰匙 所以基本上現在也沒有什麼小率 這時代力量 反正你想要走自己的路 你想要有一些 呃比較客觀的批評 不行 你必須完全 完全 完全站在黨的立場 替黨說話 你敢對黨有惡心 你就 被 殺無色 基本上就是這種概念 他很像黑幫 很像黑幫 就是 你有沒有看過電影那種教父 就是 你不可以背叛我的Family 我們這個這個家庭 你 敢 背叛我的這個家庭 我就要你死 我們在一起做任何壞事 我們都是一個Family 但是當你開始 對我們這個 幫 對我們這個幫 對我們這個家庭 不忠誠的時候 殺無色 所以很可怕啦 基本上 民進黨今天的這個作為 我想大家 大家 當然很多大陸網友都在看熱鬧了 就覺得 不過我講真的啦 身為這個 這個台灣人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個人 是很包容王菊的這個言論 那 我也希望這個王菊不要因此就 討厭台灣 我個人是 還 起碼在我的平台啦 我是挺包容言論自由的 那 我是很看不起 民進黨這種 嘴巴講媽的言論自由 事實上來講 他媽的只有我才是自由 他媽的你批評我 你他媽的就是 就是 反革命分子 看真的很 真的很 很像當時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好啦 所以接下來就看那個 這個王菊 聽說他還有 回應啊 要回應這個民進黨 之後要跟民進黨宣戰 所以好看好看的 但是 這個事件就可以突顯出來 我們 我們 以為我們自己很自由 啊 我們以為自己什麼自由民主怎麼樣 你看看自己其實 民進黨的支持者 越來越把自己 民進黨還有民進黨支持者 越來越把自己變成自己討厭的那個樣子 哦 這個就是現狀 民進黨還有民進黨的支持者 已經把自己變成自己當初討厭的那個樣子 嗯 嗯 我不知道那些實中支持者 知不知道 但是 反正 就是這樣 好 來 等一下接Discord call in 等一下接Discord call in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哦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